還有佛法這個島嶼代操 的這個我們這個劉佈 還有劉特基金的佩安 這是經過檢調的調查 包括第一金康的島嶼 袁大寶來島嶼 還有新光島嶼 這個三更島嶼公社的基金 經理人跟插股票的黃明松告結 由來中規公社的股票 再找機會賣出去 是要讓這個政府的基金來接 這造成相關的基金現在的損失 劉動部表示說這個案件 現在進入司法的調查 可是如果真的是這樣 就會以法來要求賠償 以及相關誰人的辦公室跟騎梯 都總擔任22人到案出現 郭崎插手黃明松 跟社安的生股基金經理人 最後做到減風聲了 因為透明真心 兩人都被法醫裁定收阿禁建 其他被告分別10萬到120萬不定交付 要告不明正經理請回 劉動部表示這個案已經進入司法調查 如果知道消息會以法求賞 現在這個案子都還在檢調的一個查證當中 只要查證屬實 基金的經理人有設計不法的情勢 造成基金的損失 我們一定全力的索賠 他這個應該是就案 就是在100年到101年 這是個就案 所以他只是就案的延伸去處理的 劉動部講到這個案是固案又扣大調查 不然劉提基金為頭10幾件 還來換得到新公司代操 不過將來都沒有為頭 的金新公司兩件 至於元大寶來日正當時 比招休息的認證案 之後稍後已經結束了 記者綜合報道 請以後 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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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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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